欢迎来小小声,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有关系到前几天轰动全国的GISP儿童之家丑闻 今天是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的 今天这个全国刑事总监就向大家透露 这个案件的细节虽然不能够讲太多 但是整个案件在他看来真的很恶心 以他搜索到的所有资料 是当前让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件 所以到底这整个案件是长什么样子 它的来龙去脉是如何 今天我就为大家稍微整理了整个事情的脉络 然后用一个类似报新闻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这整件事情 OK,好,所以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今天的新闻 也就是Malaysian Insight的报道 现在有关系到这一个儿童之家性情案 是有三个嫌犯被提控的 而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三个嫌犯分别犯上不同的刑事罪 第一个是性情 第二个是非礼 第三个是刑事恐吓 那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这些案件 第一个我们先看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儿童性情 也就是警方在9月11日就去到了20多家GISP儿童之家这边 去进行取缔 原因就是他们发现到当中有受害者是被击间的 所以总共出动的行动 有705个警察287个福利局的人 打救了402名这个孩童 同时也把所有的管理员 宗教师这些监设的宣犯全部抓起来 而且根据情报跟受害者的这个陈述 警方有发现到很多的受害者是被教导跟教育去进行猥胁的行为 而且有一些患病的受害者还被拒绝前往这个医院去接受治疗 那很多人就猜测了 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些受害人去医院呢 简单就是可能有一些罪行是你不敢给医院那边所知道的 所以目前这个全国总经厂业证实说13个孩童是曾经被击间的 而警方也当下直接充公了这一个GISB这个公司 所有的银行账号总值58万令吉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小小的一个福利中心 而且目前还有8辆豪车被扣 到底多有钱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那接下来第二宗刑事罪就是非礼 而这个非礼呢是非礼教师 而这个报导也声称这个事情就跟这个涉嫌虐统案件没有关系 也就是当中一个宗教中心的这个负责人 他其实是被人家控告讲说他有非礼这一个福利中心里面的这个老师的 然后呢今天他就声色很淡定的去到了这个波德森的这个推寺庭 准备接受这个这个审判了 但是目前他是否认有罪然后是被保释外处了 那接下去一个东西呢就是 恐吓罪 什么恐吓罪呢 也就是有这个受害人表示在9月9日的时候 本来他就是去到警方这边呢 要去报案了 但是报案之后呢 他在布城的一个停车场这边呢 就有人跟他讲说我们等着我们知道房子丈夫和家人在哪里 就是讲说你报案了 你报案过后果是什么 我们有你的所有的个人资料 你要小心 大概就是透露着这样子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刑事恐吓到底是不是关系到所谓性情孩童还是非礼教师 到底是哪一宗呢 这一个新闻里面是没有讲出来的 所以简单讲呢 这个案件其实我们一般听到的就只有这个性情孩童 实际上他还有两个分叉 分别就是性情的这一个教师 还有就是刑事恐吓这几案 但是呢做这个报导 我们也要稍微的公平报导一下就对 所以呢除了给大家关于这个警方这边的说法呢 这里也让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一个负责人他讲什么东西 实际上按照他的讲法呢 他自己是承认这个基建事件或许真的有的 不过这只是涉及几个人而已 OK 他不代表整个中心其实都是这个烂苹果了 OK 然后呢 他其实有一点点质疑这个警方 就是说最多就是几个人而已嘛 那你何必要把所有的孩童 400多个孩童还要把我们的这个 里面的这些宗教师啊 还是里面这些管理整个中心的这些员工 全部都带走 而他的说法是当局应该跟他们讨论 而不是直接扣留这一些孩子了 所以这边就有两种说法了 警方是觉得他是打救这些孩子 但是呢 这一个宗教师觉得他是扣留这些孩子 如果你支持警方的说法 你写一个333 如果你支持宗教师的说法 你写一个555啦 但是在这里我猜一下我的观点 其实我认为警方做的完全没有错 就是哪怕这个案件真的涉及的就只有几个人而已 但是如果在这个系统底下 可以允许这几个人犯下这些罪行 谁知道在其他的地方不会有更多隐藏在底下的这些罪行 我不想一定有 不过有这样子的风险 而如果有这样子的风险的话 就不应该让这些孩子冒上这些风险 所以我个人是认同警方先把这些孩童救出来 安置在其他地方再做打算的 所以这一个负责人也讲说 否认其他一切的这一个指控 简单讲就是要维护整个GISB的生育 甚至我还有看到一段是讲说 他希望浏览面子书的人可以帮忙搅这个律师费 就是可能他过后要中筹 就是摊开来给大家稍微的知道一下 除了了解这两个人的这个想法之外 我们也要看一下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穆斯林组织 目前我看到至少有四个 OK 就是HIKANG HIMBUNANGRAKAN ISLAM ALAZIA 其实都是站在跟政府跟警方同一个立场的 也就是呢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事情竟然已经见了太阳 就一定要查 不可以有包庇 甚至催促这个安华呢 尽可能的施压 让这件事情尽早的水落石出 OK 所以其实你看到华人这边 当然就是想说 这个事情一定要查 那其实穆斯林社会这边 也同样是一样的声明 也一定要保障这些孩童的 这个健康跟安全 而且呢 其实我们的最高人手 也是下达了他的这个预令 要警方马上查 然后不要有任何包庇的这个行动啦 OK So 聊到这一点呢 其实到我心里还是留下一个疑惑的 也就是到底这个GISB儿童之家 他的这个幕后人是谁呢 结果一查了查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 其实这一个卷在里面的这个GISB 叫全球兄弟控股公司呢 其实全身是Global Inc.1 而这一个组织 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 他就叫Our Account 创办人叫阿萨哈利 而这一个非法组织 但是为什么能够在马来西亚 创建了20多家的 这一个所谓儿童中心呢 OK 然后呢 这一个组织 其实是早在1994年 就被我们中央局说 下令将它是非法组织的 所以这是1994年就已经被判定为非法组织的一个公司 那为什么它可以设立那么多的儿童中心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了 所以这个案件聊到这边呢 我觉得有两样事情是可能我们可以学习的 第一点呢 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一个儿童的收留所 儿童的幼儿园 任何的学府都好 其实都免不了 可能会被这一些有心人士 教职人员呢 去滥用的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哪怕他是这个宗教师都好 但是就不代表说他一定就是道德高尚 他一定呢 就是一成不染 其实类似的事件 我们在外国也有听过嘛 像是不一定是伊斯兰教 可能是一些天主教 一些有心人士 一些这个教父 也是运用自己的 这样子的身份权威呢 然后进行一些非法勾当 全世界都会有这样子的害群子嘛 所以这一些地方其实也应该要小心谨慎 不要以为是 他是宗教组织就一定是阳散 就一定是好的 或许组织是好的 念头是好 但是这一些害群子嘛 一定要小心敌方 那第二样事情就是呢 我觉得警方有必要好好的去深究一下 为什么这一些组织可以呢 好像这个雨后的蘑菇这样 在各个地方 尤其雪州跟赤梅兰呢 拼命的创立他们的中心 那这件事情 有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许可 这一些程序是需要被检讨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在马来西亚没有更多的非法组织 已经开始伸出他们的这个魔爪 然后开始在残害这很多的孩童 所以以上这几点呢 就为大家澄清一下 这整个GISB 儿童之家丑闻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